嗨小老迷们 话说细节之处见人品 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细节 加深对艺人们的好感度 老老接下来就带你盘点一下 那些idol令人心动的细节合集 看看有没有你家那位哦 一博弟弟绝对榜上有名 记得之前他参加某活动 在进入会场时为了不挡住前面的嘉宾 直接弯着腰摸摸前行 也是很为他人着想啦 今年也迎来了一个特殊的里程碑 微博十周岁 对十年了 一博对女生也是特别有绅士风度 在有次上台前 他不仅一直等待着合作的女嘉宾赵丽颖一起前行 看到女生不方便上台阶时 还试图伸手去搀扶 炒暖心 上舞台之后我们会给大家充分的时间 让你们记录下这一刻好吗 欢迎各位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在这个生日之际 接下来说到朱一龙 作为一名武汉人 他一直在默默的声援支持抗议一线人员 更是在胡萝卜上细心的课下加油两个字 不声不响 用这样温暖的方式鼓舞着每个人 之前与赵丽颖参加某活动 朱一龙看到银榜马上要落座 还提前帮女生把椅子坐垫给翻下来 超级深圳 自自弟弟一阳千玺有一个习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当与人碰杯的时候 千玺总是将自己的杯口与对方的杯身相碰 温柔又谦虚 这样的小细节 喽喽真的很爱啦 还有与女舞伴跳舞时 会很注意礼仪分寸 不会将手直接搭在对方身上 非常有教养 陆寒也是工人的礼貌小王子 值得注意的是 他无时无刻都在很有礼貌的九十度鞠躬 不仅真长 而且十分谦卑 是我们骨子里就超级温柔的小陆啦 有一种细节是 在给别人递东西的时候 永远将尖锐的一方朝向自己 把相对安全的部分留给别人 朱正廷就是注重这样细节的男孩 不管是递签字笔还是切蛋糕的小刀 都会十分注意这样的动作 愿你父亲有人听 愿你心事有人去 愿来是我们 还能不计而遇 忘了新闻 说了这么多细节超棒的爱豆 有你家的吗 不到